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丁 你的热巧克力已经好了 就在桌子上 现在查播一条刚刚发生的紧急新闻 今日上午 蔚来港度假村海滩上突然出现了一只凶热的巨大鲨鱼 意图攻击人群 理查船长及时赶到对鲨鱼展开追击 这场危险的战斗持续了数个小时 最终 勇敢的理查船长大获全胜 他成功地将这条凶猛的鲨鱼捕获 保障了沙滩上游客们的安全 理查船长 当时情况紧急 面对这么凶猛的鲨鱼 你害怕吗 害怕 开什么玩笑 只用双拳的理查船长从来都不会害怕 你们也看到了我的英勇表现 那么能否告诉我们 这只被抓获的鲨鱼之后会被怎么处理呢 别担心 我们应该会把它运到水族馆里去 好让那些专家分析分析这只怪物 不过在我看来 这种危害人类的怪物 还是直接拿去做烧烤比较好 它身上这么多肉 说不定喜得美味呢 天呐 旅游圣地居然还有鲨鱼 我以后可是不敢去那里游泳了 还好 这只鲨鱼被及时抓住了 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 爸爸妈妈 不要担心 从刚才的录像上来看 我认为这是一只金鲨 别看它个头很大 看起来很凶猛 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它只吃海藻一类的食物 奇怪了 金鲨不会主动靠近海岸 攻击人群的 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你的分析真棒啊 马丁 你对海洋鱼类这么了解 毫无疑问你今天是一位海洋学家 海洋学家 是啊 是很厉害的人物呢 像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热爱过帆船运动 看来我们父子俩都和海洋有缘呢 听起来不错 好了 我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搬要去市里的水族馆参观 说不定我会看到新闻里那条大鲨鱼呢 好的 玩得开心 玩得开心 不过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 太棒了 我想去水族馆很久了 今天肯定能看到好多不同品种的鱼 我也很期待呢 可以学到更多关于海洋生物的知识 早上好啊 马丁 你们好 马丁 你今天这副打扮 看起来像是个水手 你是打算去海上钓鱼吗 不 这是海洋学家的装扮 今天我是一位海洋学家 啊 你研究一切和海洋生物有关的事情 对吗 马丁 这一定很有趣 那么你知道今早发生的大鲨鱼的新闻吗 我当然知道了 那么一会儿在水族馆参观的时候 你要给我们讲讲大鲨鱼的故事 当然可以了 我知道好多海洋生物呢 到时候给你们做讲解员了 太棒了 马丁 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 世界上真的有长一百米的鱼吗 我在电影里看到的 他们特别庞大 而且一口就能把大轮船吞到肚子里面 不可能的 伯母 电影里面可不一定是真的 嘿 马丁 参观结束之后 我们去坐船吧 一定会很浪漫的 好啊 乘船游览一定很好玩 不过时间已经不早了 要是被阁主任看到了 又要挨骂了 对 快走快走 你们三个 怎么又迟到了 大家都上车了 就等着你们几个 再迟到就把你们的家长叫来 哎呀 阁主任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而且马丁是个海洋学家 他可以当大家的讲解员 哦 好吧 路上你们要遵守秩序 我会盯着你们的 快点 都给我上车 终于把那个大家伙出手了 瞧瞧那块头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次可真是赚了一大笔啊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鱼 它的名字叫做金鲨 大家来看 从它的外表来判断 它至少有三十岁了 是一只雌性的金鲨 它这么大块头 会不会很危险 不 它很温和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它是一种爱好和平的鱼类 小布点儿 你的话真是可笑啊 你说它爱好和平 别开玩笑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么离谱的说法 不 先生 我认为马丁是有道理的 他是一位海洋学家 他研究所有和海洋生物相关的知识 所以他对鱼类非常了解 海洋学侠 不过是读过几本书的呆子罢了 你有像我一样丰富的出海经历吗 我告诉你们 这条鱼特别凶惨 就在今天早上 这条畜生顶撞我的船 还差点咬掉我一条腿 孩子们 小心一点 这家伙杀人不眨眼 听我的没错 可恶 现在你被关在水族馆里了 老实一点 李察一来 他就显得很暴躁 奇怪 按理说 这种鲨鱼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的 我觉得问题戳在李察身上 他可能对这条鲨鱼做过什么坏事 导致鲨鱼对李察很不满 我们得偷偷地跟着李察 去看看他究竟在做些什么 赞同 我们一起去 但是不能被阁主人抓到 他如果发现了 肯定又要好一顿骂 大鲨鱼也卖掉了 钱也到手了 我们终于把一切麻烦事都搞定了 是啊 我们不用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快点走吧 我可不希望刚才那个小猫孩坏了我的好事 可是头儿 我们还有一条小鲨鱼呢 怎么处置 是啊 那还用问 当然是高家卖给另一个水族馆 我们可以一箭生雕 赚到双倍的钱 短辈的计划头儿就是厉害 我敢肯定 这个坏蛋船长为了赚钱 一定先把小鲨鱼抓住了 用它引来了鲨鱼妈妈 现在 他们又把母子俩分开卖掉 真是太残忍了 快 他们要走了 我们也得赶快离开 跟着我 什么声音 小家伙 你在这里灰灰碎碎的干什么 理查船长 我是您的小粉丝 我特别崇拜您 今天早上的新闻里 您的表现是那么应有机智 能给我签名吗 我会好好珍藏的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今天算你运气好 给你 有些奇怪 感觉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小鬼 还好 他没有发现我们跟踪他的事情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理查 可怜的鲨鱼妈妈 她本来应该在海里照顾她的孩子的 好可怜 她现在一定非常伤心 马丁 我们帮帮她吧 你有什么办法吗 有一条运河从水族管通往大海 但运河的水闸是关闭的 而水闸的开关在监控室里 要想把鲨鱼母子放回大海 首先要想办法进入监控室 打开水闸 可是监控室里有守卫 有了 罗娜 你想办法引开守卫 郭默 你趁守卫离开的时候 偷偷进入监控室 打开闸门 然后我去救出鲨鱼母子 监控室里有很多闸门 我会告诉你依次打开哪一个 马丁一行人分工明确 开始拯救鲨鱼母子的计划 他们是如何实行计划的呢 因为警卫的警报 鲨鱼妈妈来不及通过最后一个闸门 他们又将如何帮助她呢 跟随理查来到港口的马丁 又是怎么帮助鲨鱼妈妈 打开小鲨鱼的牢笼呢 答案就在下集摆遍马丁 我们就知道小鲨鱼的下落了 我们就知道小鲨鱼的下落了 那就是小鲨鱼的下落了 感谢观看